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在TraderJuice的门外 其实我今天主要是过来买东西 然后呢,刚才在超市里的时候呢 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顺便拍几款葡萄酒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 当然因为是临时想起来的 所以呢,就大概看到几款 然后就拍了一下 然后有便宜一些的,有稍微贵一些的 这样的话大家看起来就比较直观 因为有图片,然后还有价格,很清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在TraderJuice 然后无意中发现了这个Happy Hour 觉得这个酒标挺有意思的 然后它还有霞多利 然后有桃红 还有Red Blend 就是混淆钢红 都是6块9毛9 这个价格还挺好的 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酒标特别可爱 这是加州的葡萄酒 而且从它的选择就是 霞多利啊 还有混淆钢红啊 还有桃红 感觉应该还可以 值得尝试一下 大家在去TraderJuice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你所在的这个商店有没有这一系列的酒 另外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Covellia的赤霞猪 Cabernese Sabineau 这是Pasorobles产区的 这款酒 9块9毛9 对于它的价格来说也是非常超值的一款酒 而且这个酒标特别显眼 就是很容易找到 另外还有这款J.Lore Pasorobles产区的Cabernese Sabineau 吃下猪 然后这个酒也非常好喝 价格呢 大家可以看到 J.Lore这款酒很多超市都有 不妨试一下 这款酒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另外还有这款J.S.D.I.J.S.D.I. J.S.D.I. 也是吃辖猪 Pasor产区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葡萄酒之一 非常棒 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 这个价格大家也可以看到 但是相对于它的价格来说 真的很好喝 J.S.D.I. 这一系列 这个是西班牙的 它的酒标特别可爱 这个是猪 Tempneo就是单铺 让我看一下 这个是一款白酒 干白 然后这是孔雀 然后还有这个是Granda Chauze 这是什么 这叫火烈鸟还是什么 而且这一系列的酒都不贵 这个5块4毛9 这个也是5块4毛9 这个猪的这个才3块9毛9 这款酒呢 我无意中在一个朋友家里喝过 感觉还可以 大家要是对酒标感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 干白的话 这款Kindle Jackson的夏多利干白 这个也不错 这款酒也是我经常喝的 感觉性价比很高 而且Trader juice这个定价非常好 在很多商店你会发现都比这个价格要高 还有这款意大利的灰比诺 非常淡雅 很适合冰镇一下特别凉的温度 夏天来喝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黄色响 这个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